都知道五花肉好吃 但是五花肉怎么做才能烦而不灭 今天我用最简单的做法教为你老好吃了 刚从隔壁花八毛八分钱买来的五花肉 改头改道切成散的块 五花肉冷水下锅 姜片肉就去腥 超频血沫捞出冷水洗净备用 起锅烧油 来点主传的冰糖 小火给它慢熬熬至枣红色 加入五花肉 炒子上色放葱姜八九糊皮香油干辣椒 炒熟料香味放一大勺生抽蚝油 少许老抽调色 咱们一定要给它加入温开水 少许盐鸡精小口 扣上锅干小火炖的快辣点 下入豆腐后再炖十分钟 老姐们视频你都看到这了 红标还给官警要个双鸡 没有你的双鸡真的不行 红标在这里感谢大家支持 花肉怎么做肥而不腻 今天你就像我这么做老好吃了